下面来关注其他方面 被媒体曝光将两项重要安全部件设为选装舰之后 波音公司22号承诺将在本月25号以前 发布737 MAX系列科机升级方案 措施之一是把提示关键传感器数据错误的 一气不一致警示灯改为标准配置 而非可选配置 航空专家指出 一气不一致警示灯本来就应该列入标配 因为飞行员需要靠它才能够知道 不同仪器传输的数据不一致 但波音公司先前把这项安全系统配置 列为737 MAX系列科机的可选配置 客户需要加钱另购 据波音公司网站一架737 MAX 8的目录价为 1.216亿美元 实际订购价格通常有较大折扣 波音对可选配置额外收费 但拒绝公布价格 媒体报道称 737 MAX系列的美国大客户 美国航空公司选装了 一气不一致警示灯 还选择了另一种选配装置 迎角指示器 后者能够让飞行员直观地看到 机头向上或向下 然而印尼诗航和埃塞航空失事的客机 都没有安装这两种选配装置 航空安全专家指出 当传感器向机载电子设备 传输错误数据时 一气不一致警示灯就会亮起 营角传感器则是测量 并传输气流与机翼弦线之间形成的 营角这一重要飞行参数 提示飞机升力 避免失速风险 这两个装置都很重要 而且对航空公司来说 安装起来毫不费力 但波音公司目前仍把营角指示器 列为收费选装项目